好 剛提到的我們出動的軍艦到沖織鳥礁去 誰下命令的 誰下命令要派出軍艦 這個是由 我跟你報告一下 這是我們按相關的規定 是經過國安會的 對話當然按規定 不然違法派 由國安會 國安會可以派軍艦嗎 然後經過相關權責的長官 到誰啦 誰下命派出軍艦的 國安部 海軍 參謀總長 我們也不清楚 因為這樣護娛的行動是行之有年 而且是一個慣例 哪有慣例 沖繩鳥礁有軍艦在慣例巡航嗎 周邊海域的所有狀況都是以這種方式 我們護娛什麼時候派軍艦的 亂講話 沒有 護娛不派軍艦的 我們是 那你說 海巡護漁民 體漁民 海軍護海巡體漁民 好 我就問這一次嘛 副部長 那從此鳥礁這一次軍艦出動了 誰下了命令嗎 你不知道 海巡軍艦就有 蛤 你不知道 你都是不正面回答才可以升到副部長 那我們問誰 國會議員也不知道 軍艦 出動軍艦是很大的事情 你副部長 你今天到 相關各軍國防部 一兩百個人到立法院來 我問軍艦出動 誰下了命令 他有一個體制的 他有一個體制 一定是經國的作戰權責規定 看起來好像是馬英九個人下令的嗎 媒體都有報導 馬英九說他要派軍艦去護娛 所以是馬英九個人他的意願 馬總統直接下了命令對不對 總統可不可以下令啊 應該可以吧 國家元首三軍統帥 馬總統當然可以下命令軍艦出動 可以嗎 這次是不是他下了命令 只要是這個總統的身份 他就是三軍統帥 對啦 他有他的權責 這次是不是他啦 主席啊 我是要怎麼問啦 所以喔 連派出軍艦啊 這重大事項 其實你剛在答詢我有在聽 出動軍艦不是不行 當然如果我們的國家安全 我們的領土主權受到威脅 當然要出動軍艦啊 你剛就這麼回答嘛 那我請教你 沖沖鳥礁這一次 有沒有關係到我們主權受到威脅 有沒有關係到我們國家安全 只有軍事的專業啊 這應該是一個漁業的衝突 台灣是個海島國家 我們跟周邊很多的鄰近國家 都有漁業的糾紛發生過 那經過那麼多年來 彼此之間也都有漁業協定 或者至少有處理衝突糾紛的默契 出動軍艦啊 應該是在窮盡一切的民間 或者是外交手段 都沒有辦法解決 只好啊 準備武力相向 那才要派出軍艦嘛 是不是這樣子 這是漁業衝突嘛 我們也不反對哦 如果真的逼不得已 如果真的逼不得已 那大家動武嘛 只是啊 是不是到了那樣的時機啦 是不是真的啊 用武力相向不行 才會派出軍艦嘛 所以我才問你誰下了命令嘛 你不回答 不回答就是不知道 或者不敢回答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有參加實際的會議 那就外面看起來 馬英九個人啦 沒辦法啦 他說他的字典沒有看守 我們就要提心吊膽到520交接完成 漁業衝突 有一定的處理SOP啦 像我在請教副部長 派出一艘軍艦 跟由海巡署派出他的船艦 意義上是不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國軍站在測研跟備援的方式 當然是不一樣嘛 像這種護以海巡署的事情嘛 如果海巡署沒有辦法處理 大家準備來打仗了 那當然要出動我們軍艦嘛 他有一定的程序 有一定的SOP可以來追尋 過去我們也有很多的經驗 所以你不敢負責 也不敢清楚的說明 我們國軍事實在在不主動挑釁 但是也不互惠賽 特意跟你報告 我知道 我也當過兵 所以這一套八股我也會背 講這個有什麼意義 今天來到立法院還在聽你們講這些廢話 一兩百個人浪費大家那麼多時間 所以啊 本席認為啊 出動軍艦 是一種武力展示的象徵 甚至是作戰的準備 軍艦出動啊 一定你設定一個軍事任務 他有一定的目標 像你這次派軍艦到沖州郊去 準備達成什麼樣的一個軍事目的 其實 國防武力啊 是非常專業的 很可惜啊 沒辦法啦 我們就出了這樣一個三軍統帥啊 我們有一定的互惡的標準作業程序 我們有民間的關係 我們有外交部的斡旋 甚至我們應該讓海巡署來執行互惡 一下子就拉到最高層次 就拉到派出軍艦 你也不敢把你的專業判斷意見 你也不敢把你的專業判斷意見講出來 可惜啦 我特別利用機會跟委員報告 不管是跟菲律賓的廣達新事件 跟這次的漁業事件 都是當事國未按規定 我們不是不支持 不是不支持國部的行動 所以說我們不能讓我們的漁民 在不按規定的狀況下 而是說軍艦出動應該是在於 我們用盡一切方法 從盡了外交手段都沒有辦法解決 準備動我才是嘛 那我問你沖織鳥礁是不是到了這樣的程度啦 國軍絕對不去主動挑釁 但是也絕對不會迴避 這是我們一段的 你一整天早上都會講這兩句話 好 謝謝主席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委員 好 再來我們請邱志偉 邱委員